好,歡迎大家回來我Learn with Tom Lee A-level Mathematics, A-level數學 也教了這麼多課的數學 大家應該有時間輕鬆一下 我們會休息一下 今課我會教大家做什麼藝術品 讓大家可以休息一下頭腦 教大家做的藝術品就是Umbago de Babel 就是接一隻鼠船 上課是西班牙文 這個紙船你會看到我接了之後 就有個縫在這個位置 亦都有一隻河 就坐在船上渡過江河 因為太累了,飛不起來了 就唯有渡船過河 好,我們開始找一張長的紙 今次我找一張letter size的藍色紙 去接這隻紙船 今天教大家接一隻紙船 你看到我拿了一張letter size的紙 什麼顏色紙就隨便理會 我把它接一個三角形 讓它變成一個四方 一般大家的摺紙都懂得怎麼做 三角形 就接成一個三角形 三角形這一邊 就接下來了 但今次我們是不撕斷的 我只是接過來了 我保留這一節 我是攤開整張紙 整張紙呢 你看到有兩個折痕 一個折痕在這個位置 現在就是一個四方形 不過我保留這個位置 我不會動的 我就把它接開一半 回到表面那裡 即是沒有折痕的位置 把它接開一半 OK 接開一半 又有一條痕在這裡 這個一半之間 又再接開一半 不過今次在表面那裡接 在表面那裡 即是摺邊就在底 這個摺邊在底 記住一定是在表面那邊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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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呢 又再一樣 就在表面那邊摺開 然後呢 是非常難摺的 這個呢 就反轉這樣摺回線頭 最重要的 大家要留意 這一邊呢 就是一個風琴的 這樣 風琴的後面 才是摺回來 後面那摺 這樣摺了 之後呢 就在這個 其中一邊 就是在這一邊 這個就是開口那邊 開口風琴那邊 然後 摺一個三個形仔 那這隻船頭的位置 那大家可以看到 這三個形很明顯 這隻船頭的三個形 這個也是 很明顯 橫粉這邊 也是一樣摺 摺完之後呢 就再這樣摺過來 這個三個形 這個位置 OK 好了 就是這樣 四邊當然也是一樣 要出點力 這裡 這裡會交叉了一點 的 中間的位置 好 接著這邊 當然啦 如果你不夠力 壓的話呢 你就可以用一些東西壓 我用白花油去壓 壓著這個 這邊也是這樣 進去 所以大家摺紙的時候 很多時候 我做數學 當我做到很悶的時候 我都會這樣做 所以我就加了 我這個數學的影片 給大家 打開一打開 那摺完之後呢 這個三角呢 再在這裡 是摺進去 這樣就變成了 一個船的 船底 你看到好像一隻船 這樣 是吧 一隻很尖的船 就摺了這樣 大家可以看到呢 就是 摺位呢 就是這樣 是吧 但是未完成的 就是告訴大家 就是 這邊呢 就摺進來 摺這個 三角 再摺這個 進來 接著呢 你揭開這邊的時候呢 你就可以看到 這裡有三個 三條線在這裡 我們拿去其中一邊 這個要小心一點 就是 我們摺開這邊的時候呢 我們就 把它呢 拿開的時候呢 將它 調轉 把這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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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抹開之後 調轉 記得調轉 它 因為你不調轉 它的時候 這裡很容易爛 就是 你不調轉 這裡 這裡 小心一點 這邊 都是一樣 這裏 很容易爛 就是 你調轉的時候呢 就 如果這張紙 是粗 如果是粗異一點的話 這裡 比較容易去 我們把這裏 抹開它 抹開 它們抹開 兩邊抹開 那隊 就變成這樣 這邊應該看到船的內側 整個紙船出來 剛才我一開始的時候 不撕那個位置 四方不撕 四方不撕 你會看到這邊 剛剛好有一張紙 可以拉上來 變成一隻好像 船裡面的 一個縫 你會看到 這是一個 有時候的山板 剩出來 山板你剩出來 船 如果下雨的話 當然下大雨 整個船都會浸沉 但是 少許的微微雨 人們就可以躲在這裡 你可以想像這裡剩一個人 當然 我有一個人 坐在這個船 這個不是人 是機械人 坐在這個船的高達 坐在這個船的時候 整隻船可以載到一個高達 整個高達跌下海 上來 慢慢飄出鏡頭以外 除了接一隻船之外 你當然可以接一隻紙殼 紙殼坐船 你看到紙殼坐船 紙殼坐船 紙殼飛得很累 船就渡過這條船 不用自己飛過去 因為都挺累的 Muchas gracias Again, thank you very much for listening to my tutorial videos and if you need a private tutor for you to get a better mark or better score in your DSC examination in Hong Kong the SAT examination or just you want to improve your mathematics and English for your college and university study please contact me at 青湯929 at yao.com.hk my telephone number is plus 1 852 65928609 好,多謝大家收聽我這個video 如果你是希望你的 mathematics和英文是更加好的話 你想要一個private tutor 你可以隨時contact我的 令到你的DSC exam 或者你想考SAT 你也可以contact我 因為我也有一些私人的補習 在這兩方面 多謝大家 Thank you, bye bye Muchas gracias